真正做得干净利落的中文 但是中文的方法太严格 很多人受不了 而不是真正上上根人 一生没有办法大车大夫 你看会能大肆会想 在禅宗里头是真第一家 四十三个开悟 十无千利 会能大事以前没有 会能大事有也没有 一个主师大德在一生教学当中 在他会下能有两三个开悟的就不得了了 大多数人大多数后头都没有 后继无人 少数人单传一个 这都是四十真相摆在我们面前的 你看五灯会员 一千七百个公案 那里面记载 就是在这一千多年当中 一千七百人 船登陆里头 也记载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估计 包括 大臣 大臣 各国 教下的 大开元节的 像欧耶大使 玄庄大使 这些人 在教下的 净土宗的 礼仪行不乱 佛教传到中国 两千来 应该有两三千人 欺误这个境界 特别是念佛法门的 这人太多了 念佛往生的 往生就是成佛 这个你一定要懂得 这是成佛的捷径 所以 所以 不识 身后善根 真实智慧 他怎么会相信这个 男性之法 男性 异心 很容易修 很容易成修 比哪个法门都容易 八万法 八万四千法门 将容易的话 这低 没有比这个更容易 而且成就非常高 高的教人 不敢相信 这些神能 遇到这个法门 太稀有了 菩萨都赞叹你 你怎么有这么大的福报 你怎么会遇到这个法门呢 为什么呢 遇到这个法门 肯定超过他 所以 断烦恼 千万不能够说 烦恼不断 学法门非常困难 很难成就 最后 佛道无上诚愿成 誓愿成 这一条 年华言会上 四十一位发生大事 跟着文术普贤 到极乐世界 去干什么 四红诗愿 前面三条 他做到了 法神菩萨 众生无边 诗愿度 已经在做了 烦恼也断了 法门也学了 你就想想看 他到极乐世界 干什么 就是为了 佛道无上试愿成 他到极乐世界 成佛快呀 他在这个 这个华藏世界 成佛要三个阿森七戒 他到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就成佛 我们从这个地方 才知道 极乐世界的 殊胜 殊胜到什么 程度 你无法想想 那我们看到 华藏世界 这些菩萨 四十一位 发生大事 都到极乐世界 到那边 成佛 我们立刻就 联想到了 社防 无量 无边世界 无量 无边 祝佛如来的 实报 壮严图里面的 真热热 一批一批来 到这边来 来了时候 阿弥陀佛 一次说法 他就毕业了 他就原成佛道了 这批走了 后都来了 天天都 有去又来 有去又来 这个世界的殊胜 没法子想象 我们真搞清楚 真搞明白了 你说能不去吗 真去得了 真能去 只要你发愿 这一部经 就是你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书 你拿到这一部经 就拿到保证书了 那依照这个经典理论方法去修的时候 过过 生间徒 过过在极乐世界 臣佛道 所以这个四红十月 我们要懂得 成就众生 感谢观看 三位 行 二位 三位 三位 四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